謝謝主席 主席我想邀請蔣部長 好,我們請部長 邱委員,無安 部長,無安 謝謝 我現在努力是應該是拿出具體的成果 才能說服所有的選民 才能說服所有的民眾 努力不要淪為一個口號 剛剛聽到您對幾位委員的答覆 就是我們相關的法律的進度 你認為說一個禮拜 應該要離開這個教育部 然後一個月之內 用這個努力 11月28號可以進來立法院審承 我想這一塊 就是說剛剛講 我能掌控的部分 是一個禮拜一定離開教育部 讓在部內的程序完成 送進去 共識什麼都已經形成 這個其實大象 這個其實因為委員也提了很多項目 就是幾個每個 有三個 有五個提案 每個提案的項目 我們也都具體做了一些討論 也有一個初步的一些想法 這個案子大家關心很久了 都希望說能夠透過 中央制定一個統一的法治化 來解決目前的一些亂象跟問題 包括第一個版本 由蔡義昌委員提的版本 是101年4月 去年4月提出來了 也包括黃志雄委員版 也是去年年底提出來了 林佳龍這三個版本 最晚一個版本是 今年5月就提出來了 如果本席今天沒有排定這個法案的審查 教育部會進度那麼快嗎 其實你看那個邱委員 我們也不可能在一個禮拜之內 就把一個草案全部弄出來 所以這個條例的也有一段進程 也有一段時間的努力了 所以說整個兩個條例我們都完成了 這個也是有一段時間的努力的過程 那當然我也特別要謝謝這個邱委員 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大家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會全面的來檢視我們在實驗教育的過去的作為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好的時機 我們也願意用最有效的方式 來回憶您這樣子對於我們的這樣的一個期許 一起來做努力 盡快的讓他通過 你們內部要自己對工作有期許 當然我們外部給你壓力 我給你壓力的目的 是要給你更多的動力 來完成法治化的工作很好 所以我說很感謝這樣子的一個提案 四個會期我們一直在等 等看這個教育部的版本到底什麼時候出來 是是 所以等到大家都沒辦法等了 等到頭髮都白了 大家就覺得沒辦法了 我們我們今天特別特別排上校兩個議程 是所以我也 中午我們醫治人員也都沒有休息 是 就代表我們對這法案的這個重視 是邱委員 那相對於 相對部裡面我覺得 如果今天我不是排這個審查案 搞不好你們還會再拖 邱委員其實您可以看嘛 我也我也親自出席嘛 對不對 就是其實也你好像也可以准許我不來嘛 所以不是啦 我講不是那個意思啦 因為就是說我也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啦 實驗教育我想不是只有委員們關注 我相信有這麼多至少幾千位在參與實驗教育的這些學生 或者甚至未來更多喔 就是在這邊最好能夠就是不要信口開河啦 您就是設定一個目標 就十一月底 十一月底我們希望這個案子就能進到立法院來 那我希望說十二月十二月的時候 然後來做處理 我先請教部長 關於幾個私校的問題啦 那上個禮拜我們講幾個私校 包括這個昆山中學校長 他去或去這個針對銀海中學啊 他去好像有三席董事啊 那對這個狀況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動機跟企圖 這個我們部裡面有沒有去了解 另外這個光仁中學 光仁中學啊有一些教師啊也抗議 反映說他們的薪水被打折 然後他們退休機也領不到 這個部分我們教育部有沒有主動去關心 我想這樣子啊 我們幾件事情做了 第一個我們已經很明確的函視了所謂的薪水的這個 過去是准用私立學校 准用公立學校 那准用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要很明確的規範 就是說他的本心一定要至少滿足 公私立本心上不能有差 韓氏之後呢 對韓氏就你聽我講嘛 韓氏以後他們一定要做 如果不是滿足這個情況 在在明年8月1號以前 一定要全面的這個要一定要到位 那這個是這個很明確的去做的處理 可是如果他們不做沒有改善的作為 不提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私校法 不論是54條 甚至校長的這個調整 甚至55條 他的這個補助的減少 或者招生名額的減少 最嚴重就到25條 甚至可以動他的董事會 他們把你視為紙老虎 不是 所以我很明確的 那幾項這個條文都沒有用過 其實我相信您可能已經聽到了 他們的董事會應該也做了一些處理 就是說進一步的會針對過去的減薪 沒有透過老師的同意就做 這部分他一定要做回復 我們一定會積極的去看每一個學校 只要有案例出來違反我們的規範 該用私校法任何一條 我們就該做適當的處理 所以部長我擔心說 這個是很明確的 這個案子沒有嚴厲去處理 沒有正視這個問題 絕對 他可能會擴散 其他學校有樣的學校 因為他把交易部當作指老虎 其實謝謝委員您今天的這樣的一個質詢 我在這邊也很嚴正的來做說明 就是說我們所做的所有的韓式的這些相關的作為 如果沒有照那個去做 其實違反了規定 我們一定會以私校法相關的規範 一定要嚴辦好不好 我們一定 我想不要說用嚴辦 我們會一定依法辦理 但你不嚴辦他不會怕你啊 不是 依法辦理意思就是說 這個法其實在這裡了 我們會積極的來做處理 不處理 他如果沒有改善作為 這很遺憾的部長 過去有些法律規定 並沒有遺用 所以是造成說今天這些市議學校 就有失誤恐 他說再怎麼樣 我大部分人被口頭警告而已 我會有任何失誤 所以我想我說我們做出韓式 以後任何一個學校再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我們一定照我們韓式的說明去做處理 特別已經發生這個現報的幾個學校 是 光人我們也會去協助 光人主動去了解 光人我們也解釋韓也給到那邊 當然他的主管機關是新北市啦 新北市也會協助 也會在這個基礎上做 如果不知道這個基礎上 我們也會跟他們進一步溝通 其實我們關心就是說 私校法相關的這個修正 是 就我們需要私校能夠有公益的監察人 是 所以我想部裡面也有相同的共識跟目標 那除了公益監察人之外 我們覺得還要有公益董事 所以各位董事從上以後 從政策的擬定 從校務發展 能夠參與的話 我覺得對學校的發展是有 是有正面注意的 這部分我想我們還是 因為還是可以進一步交換意見 公益監察人 我相信大家都有共同的想法 因為公益監察人 公益董事的部分 部長您支持嗎 公益董事這邊 我想我要跟大家 跟您商量的情況是這樣 董事就牽涉到金營這個學校 我們派進去的公益監察人 是對於財務的透明 對於財務的健全 各方面應該做 是法性的一個監督 可是公益董事的概念 就是要經營這個學校 可能甚至有盈虧 有這些相關的問題 我們派進去的公益董事 是不是也要負這些相關的責任 其實對於他 我們怎麼樣去看待 一個學校的發展 董事的概念 我是比較覺得是 是需要進一步的思考的 大方向我覺得 可能會有些狀況 公益監察人是事後查核 沒有監察人 其實監察人定期開會都要 但是公益董事是4000 他可以做一些防治 他可以防腐劑的作用 監察人其實就是定期 董事會就要開 監察人就要去了解 每幾個月都要開會 所以我們就要他們 積極的去做 董事我會 我會希望 如果委員的意思是說 要讓他的財務 是基本透明 要讓他的財務是健全的 讓他這些不出現 我們用監察人 如果做不到 我們才會考量 如果做得到 我希望我們到監察人 這邊的考量 那另外這個 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我們實驗教育 這個存在的價值在哪裡 實驗教育存在的價值 我相信它是一些 創新的思考 它是一個實驗性質的作為 能夠讓我們的學生 有更多元的管道 可以在學習過程中 適合他去發展 同時也兼顧了 他一定有好的 學習的品質 教育的品質 這個一定要做到 在這個基準上面 提供的實驗性的作為 有哪些國家 它的實驗教育做得最好 實驗做得不錯的 其實很多國家都有 其實先進國家都有 美國做的有 德國有做的 這個有Charles School 我們的版本 主要是參考哪一個國家 我們看了一些 國際上的這些 這幾個國家 Charles School的發展 或這一些 德國的 英國的 美國的 這些我相信都有 跟我們學習相聯繫性 比較廣的 就是這個亞洲國家 日本 韓國 它有沒有 日本跟韓國 我的資訊上 是這一部分不足 就是說 所謂不足 就是說這一部分 比較少看到 這一個實驗教育 歐美的實驗教育 歐美的實驗教育 走得比較前面 至少這是我的認識 參考這個韓國 或者日本 韓國 我的knowledge裡面呢 我其實是 並不清楚了 那如果他們要說 亞洲可能稍微 比較好的 可能是新加坡 可是新加坡的實際 相關的作為 我並沒有充分的了解 不過我想 我會進一步去做一件 那您會不會把你的小孩 送到實驗教育? 我的小孩 我覺得就是 因為比較簡單 就是讓他就在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這樣去發展吧 有哪些特質的 不過我也去參觀過 我有一些朋友 我有一些朋友的小孩 是在 是在做實驗教育的 參與實驗教育的 我覺得 其實 各 都是不同的管道吧 各有優缺點 或者各有它的優勢 應該這樣說 那我是大概 至少現在沒有這個想法 要送我的小孩去 去念實驗 去做實驗教育 為什麼? 實驗教育 其實家長的參與 可能相對要更多 就是說 如果你又是在家自學的話 其實那需要花更多的時間 我擔心你當一個教育部部長 你的小朋友 你的孩子去接受實驗教育 會有其他示範效果嗎? 會有其他的這個 我的小孩 我覺得念國民小學 念國民中學 是最好的示範效果吧 我在推十二年國教 我也希望大家開始 不過這部分 就是要由大家共同討論 我們家裡會共同商量 不管是國民小學階段 國民中學階段 或者高級中學階段 它的人數都成長了 不管是個人 或是團體都成長 是是是是 從三百多到兩千 所以我必須在最短時間 讓他有一個健全的法律規範 是是同意 讓所有的小朋友 都能夠得到他適合的教育制度 是同意同意 所以我也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謝謝您 謝謝您今天排這個討論嘛 我們會進一步的 再做積極的處理 待會巡答完 還要繼續再審查 審查的部分 我會建議 其實就是說 等我們這一個 這一個送進來的 這個以後 在冰岸討論吧 我們先好好討論一下嘛 可以討論啦 謝謝謝謝